事情没查清楚之前 先不要下定论 这还查什么查明摆着吗 两个人又开了枪 难道他们不认识谢护士和小橙子 小谢 小橙子 你们先吃饭去吧 这件事先不要外传 等查清楚之后再说 走吧 我看这个事啊 咱们还得派人到宋家台找找 行 我这就去安排 报告 进来 报告营长教导人 陈旅长让你们马上到旅舖去 陈大叔 你怎么光喝稀饭不吃锅头啊 我又不打仗不干重活的 喝点稀的 就成了 那你就不打仗不吃锅头吗 还有 对 你怎么吃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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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护士 我想求你个四 什么事啊 到那边说吧 那边说 谢护士 来 什么事啊 我想跟你说啊 你能不能 教我写几个字 哪几个字 查查是哪几个字 肯定是小花呗 你胡说什么嘞 谢护士 我要让你 教我写五个字了 那五个字 我想让你教我 我想让你教我写那个 巧花我想你 行 我教你 真的啊 李大王 咱们已经刚计了功 你就想巧花了 小兔崽子 我踢死你 李大哥 你敢 你敢 四更远 王承德 还有一篇不错的文章呢 啥文章 您看看 一个老汉的战争 就是清华边的那个老大爷 报告 进来 无论 让公子 这不是教导员写的战场的报告吗 怎么还登报了 题目是陈旅长改的 也是他送的报社去 这篇文章写得好啊 总结的也好 我们就是要提倡顾全大局的精神 不管是打主攻还是打阻击 还是扬败右敌 都要有一盘棋的大局一事 是啊 我们每次战斗的胜利 都离不开奉献和牺牲 比如李大爷 他的付出 换来了我们清化边战斗的胜利 比如你们赢一百多位 牺牲和负伤的干部战士 他们的付出 换来了我们杨马河战斗的胜利 我听说 这次战斗是王承德指挥的 是 自己夸自己 有什么意思 自己做得对 为啥不能夸一看 你周大勇 不就经常自己夸自己吗 我那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那上人家都弄得爆上去了 这那个全军上下都知道 你还想弄成全军学习的榜样是吧 我可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总结一下 我有这个意思 今天叫你们两个来 就是让你们回去 认真地学习这篇文章 而且要为全宗队 做出学习的榜样 这不行吧 为啥不行 司令人 是 你看这儿 一位干部 坚决不肯扔掉重武器 而且还差点动起手来 清平啊 这个干部是谁啊 那得问问赵大勇同志喽 算了 算了 知道错了就行了 管他是谁呢 淘淘淘的那个罗 再来 三载 再的那个道 哎呀 带上了的那个 你唱好新天忧 真好听 可比我们大王唱了好多了 同志 你们都是独立赢的 你们都受了这么重的伤 那我大王 他成天都在干甚了 大王比我们运气好 子弹箭他躲着走呢 那炮弹箭了他 搜他一下 从他头脑就飞过去 我知道 你们都是安慰安慰 其实大王 就是个胆小鬼 巧花 大王不是胆小鬼 对啊 他勇敢着呢 在我们连队 他扔手榴弹 他是最远的 就是就是 他给我们唱删曲 大家都爱听 你们才是最勇敢的 我谢谢你们 谁造谣说 大王是胆小鬼 我没说 我也没说 李队长 李队长 小花 在这干的还好吧 挺好的 队长 李大爷和双宁回来了吗 没有 他们可能去找我妈和我媳妇 队长 我 小花 你有事 队长 我 你知不知道 二纵独立营在哪住这儿 你咋又管这事儿呢 那部队的驻地是保密的 我想去看看李大旺 你看我的脑子 这李大旺和他们赢的王教导员 到我那找过你呢 当时你调到野人院来了 真的 那你看李大旺他是咋个样子 李大旺咋样子你还不知道 还要来问我呀 我是说李大旺 他打仗勇敢不勇敢 那我可没见过 不过我告诉你 这独立营打仗 那可是二纵有名的 他们一个营呀 能拖住敌人一个旅呢 你看厉害不厉害 我那住的都是独立营的商员 这就说明问题了吗 那李大旺才这么受伤的吗 小花 你咋了 还盼着李大旺受伤 他又真的受伤了 你的心里 你的心里还倒是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我是 我的心里